接下来要关注的是云林精彩耕地艺术节中秋廉假呢就要开跑 现场用竹编制作出长45米宽12米的大型地景创作 我们要请记者罗一新的来看 艺术结合宗教 米义大师叶俊南为了庙方百年来首次举办的七朝建教 纯手工打造了白米龙 那么运用超过五种颜色以上的骨斗类 搭配逊丽的雷光声光邀请民众 一探融合传统跟创意的崭新艺术创作 新北市树林一间公托 今年五月份有三名的老师因为男童不吃饭 竟然放了一只乌龟在他身上乱爬 昨日昨天呢是教师节 三名老师被依强制罪起诉 社会局表示将会加重采除 为年魔 磕绘金 颗粒阿法 肇事逃逸还大言不惨 在嘉义一名骑机车的富人 被一辆汽车撞飞摔进水沟 送医之后不治 而赵氏的汽车驾驶除了当场逃逸 随后还回到家中和朋友烤肉喝酒 甚至事后还跟警方谎称说 富人当时说她没事 所以她才离开 我们继续要带您关注的是 下周六呢就是双十国庆 为了当天表演 其实近期总统府前彩排活动是非常多 但其中不少军事迷很期待的空中兵力预演 要告诉您哦 因为考量天后状况不稳定的关系 原定在今天早上七点零一分 还有七点三十三分到七点三十五分 将会实施的空中兵力预演 国防部在昨天晚间宣布 将会延期到明天的同时段再进行 所以如果您是很期待 今天的这个预演的观众朋友 恐怕呢要等到明天才有机会看到 而接下来还要关注的是中秋节哦 一家烤肉万家乡 不过考量疫情要告诉您 今年桃园的居民想在户外烤肉的话呢 只剩下一个地方可以选择 桃园市的养工处呢 今年不主张群聚 所以呢除了设有烤肉区的桃园市立 虎头山公园之外呢 将不会另外再开放其他公园 让民众来户外烤肉 那么违反规定的人将会被依照 公园管理自治条例 采取最高五千块钱的罚还 而接下来还要聚焦的是 这一期的车祸意外哦 还要看到的是哦 远景明明是到场处理 不过最后也变成受害者 昨天晚上在高雄小港呢 一辆前镇警分局的巡逻车 原本是处理一故 这个一起呢 两辆车的车祸事故 不过后来呢发生了小插曲哦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呢 这辆巡逻车呢 又遭后方的另一辆轿车给追撞 你看到就是这一辆蓝色的轿车呢 是从后头追撞了这一辆的巡逻车 结果巡逻车又撞上了 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前面的两辆 原本就在事故现场的两辆汽车 所以最后形成四车连环状的连环车祸 目前排除酒驾的可能性 那么后续车祸原因呢 都还要持续的厘清 而接下来还要关注的是 宜兰一艘苏澳籍的渔船呢 在这个月27号在钓鱼台海域 进行捕捞作业的时候 遭到日本公务船给冲撞 导致渔船损毁 船员也惊魂一场 对此有前外交官说看不下去 认为政府应该要和日方 严正抗议进行交涉 也痛批现在的驻日代表 谢长廷太软弱 所以才让日方对台软土深绝 那么对此外交部表示 会跟日方厘清史实 杨娜娜替大陆十一国庆 预录了特别节目 高唱大陆爱国歌曲 《我的祖国》 现在恐怕被依照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惩处开罚50万元 把认定权交给陆委会 但文化部也早已翻出法条 除此之外还要看到 大陆整治电视剧 又有了新动作 包括《延禧攻略》 还有《如意传》 这两部近年很红的公斗剧 突然在大陆的网络平台上 遭到下降 到的是政治焦点 2022年的台北市长选举 威福部长陈时中 目前是绿营当中呼声很高的人选 而党内现在也传出 英系已经在操盘 不过陈时中自己则是回应 说他很少跟派系往来 热情是现在也越趋紧张 特别在昨天清晨6点47分 共军再度击犯 我西南防空识别区 创下本月最早时间来犯记录 大陆十一国庆的前夕 解放军又在四大海域进行演习 为了反制共军 随美国侦察机绕飞大陆是越来越近 勤修动作也越来越大胆 神鹰山区搜救队 齐聚合欢山五岭 上百人顶着低温进行垂降 清除山谷当中的垃圾 维护生态的环境 也希望接下来的连续假期 游客都能发挥功德心 进一步顺席交给一新 驻台北市有驾驶停等红灯的时候 背旁的路数狠狠砸下 击中了车窗 后续目前最新的进展交给张玉科 高铁站前面最近打造了快闪乐园 其中有一项是八层楼高 外观看起来很像摩天伦的设施 转速非常快 而且还会360度大旋转 引发了安全疑虑 我对此业者说 都有经过专业技师检验 好 非常谢谢G 所以未来天气上的变化比较多 提醒您都要兜家注意 千万不要感冒着凉 而接下来要看到又有爱情骗子出没 在台北一名女子指控 遭到国内某家传产一名少东欺骗感情 不但要求她堕胎 还谎称自己没有女友 结果事实上她早就成家还有孩子 曾圣伟台北报道 高雄水产行老板B车重机事件 现在持续的发酵 在昨天下午有近百辆的重机呢 很多的骑士都到工厂来包围 甚至还有前员工爆料 控诉水产行基欠薪水 还说老板喜欢主驾开车 时间来到早上六点五十分 今天新闻早点看有哪四大重点 赶快带您一起来关心 我们首先要聚焦的是疫情 台湾是否又出现了对外的输出个案呢 因为越南政府在昨天晚间通报 新增三例的新冠肺炎 境外移入病例 其中两名是台籍人士 经由大陆广东入境越南 28号第二次检测的结果 都是呈现阳性血疹 另外还要关注的是股市 近日台股跌破了季线 也是今年四月下旬以来 首度跌破季线 而在周K线上 则是出现今年三月 8523.7张以来 首跟明显的长黑K棒 行情震荡加剧 特别是今年十月上旬 包括有四天的中秋廉价 还有三天的国庆廉价 加上美中关系紧张 国际的变数上 很多部分的资金 不愿报股过节 反而反向的结账动作 对于个别股而言 修正波恐怕将会更加的明显 而接下来提醒您 如果说生病不舒服 还是要寻正当管道就医 嘉义有一名男子 因为父亲确诊C型肝炎 担心自己跟其他家人 是否也有风险 因此到医院就医 那么检查之后发现 全家五个人当中 竟然多达三人都被检查出 C肝 事后离清原来是先前感冒生病 找密医打针 针头消毒不完全造成感染 索性治疗之后 全家人都已经康复 而接下来聚焦的是娱乐焦点 Hebe田富珍在小巨蛋的演唱会 昨天来到了最终场 在万民的歌迷声的欢呼当中 SH1是睽違15个月再度公开合体 这个让全场粉丝陷入疯狂 妇人将邻居摆在棋楼的托把 直接往对方家门口扔 过程全都被监视器录下 邻居说证明妇人已经是垒犯 甚至曾经把砖块跟杂物 绽放在对方的棋楼 当事人士难以忍受搜证报案 交给记者记员 而房市最近很旺 而现在很多人一窝蜂 要抢买的是预售屋 专家分析主要原因是 预售屋从签订到交屋 时间长达两到三年 交屋需要出的两到三成的 自备款筹措其长 不像新陈屋 立刻交屋就要拿出好几百万 吸引首购组跟投资客 每家每节业者指控 遭到一名富人恶意跑单 卸甲上色接睫毛之后 她说自己要接小孩 之后借故离开就人间蒸发 还留假资料 可电话才惊觉自己上当了 依照她留的电话拨过去 不是一个女生 是个男孩子 欢迎您继续加入今天早安台湾的新闻现场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七点准 这个整体我们首先要来聚焦的是 有人酒驾肇事还不承认 发生在台中 证明驾驶酒后上路自撞护栏翻车 但警方到场问她呢 她公称自己没有喝酒 只是疲劳驾驶 当然这个说法是被远警当场拆穿 进一步讯息交给预科 外这起则是教室逃逸还大言不惨 发生在嘉义 一名机车骑士的富人呢 被一辆汽车撞飞摔进水沟 送医之后不治 而教室的汽车驾驶当场逃逸之后 还回到家和朋友烤肉喝酒 甚至像警方谎称说 当时富人跟她说没有事 她才选择离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